药王菩萨冷知识 神龙、孙思廟等历史上的医者 是为药王菩萨的化身 因此他也有中年男子的形象 冷知识3 药王菩萨燃身共佛的意义 根据法华经记载 药王菩萨过去火化之身供养佛菩萨 也是佛教中燃身共佛的一个开始 那真的要燃烧肉体吗 其实不是 海涛法师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这个佛教的意思是叫我们 把自己奉献给三宝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真正要叫你典会休息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 不自私的一切为众生 冷知识4 药王菩萨圣诞 你知道吗 奴隶4月28日就是药王菩萨圣诞 这天你可以念药王菩萨咒 回向众生远离疾病 生命电视祈愿大家身心健康 停下来 那我用烦药 现在就合适往 我们来看看 那么緊密质 我善悦 也无许 我善悦 你 我善悦 所以 我善悦 我觉得 我善悦